大家早晨好,我是大海 前面这些小狗啊,它都是流浪狗 我每天都来喂喂它们啊 要不喂的话,它们该冻死了 今天呢,有一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 前几天呢,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他叫刘爱玲 他在我这个店铺里面吧,他买了点东西 买完东西以后吧,他就知道我地址了 然后呢,他给这些小狗呢,买了点那个 那个垫子 然后要我给铺上 他买完了垫子以后吧,这因为他有我地址了吗 买完东西 发完货以后,他告诉我的 刚才会计 刚才会计给我来个电话 让我现在去休息 咱们出发啊,看看那个垫子是啥样的 一会拿回来以后呢,给这些小狗呢 完了,全部给他垫上 现在出发 我已经到会计了啊,马上求走了 自己搭带了 感觉挺沉 装上车了,现在回家 然后猜看看里面是啥样的 我已经把这个垫子抬我妈家院里来了 我现在呢,拿剪子给他搅开啊 看看里面是啥样的 打开了 就是一捆 这个垫子 这个垫子啊,有点像那个工业用的哈 就是买沙发了,买家具包子,用那个那种毯子 这一捆还有点太厚哈 有一次还用了那些 我现在给他搅出一半出去 然后到那边给那狗窝好好扑扑,好好定定哈 然后等到过两天那个狗窝要是在坏的情况下 我再拿他再补补,我先拿一半走 我现在的垫子 现在车里面的洞的全是霜 太冷了,我现在去给狗盖窝啊 我已经到地方了 现在先盖第一个狗窝 先把那个狗窝铺上 这个窝呢,外面给他包了一层 这个狗窝的口在这儿 我拿茧子把那口给他搅开就好了 我是搅一个斜的下来 这么的把他有一点口 完了他狗他直到口,他就可以往里装了 因为这个上面这块吧,钉不了钉子 因为他是那个泡沫箱嘛,一定他就,他就漏了 完了那块可以钉钉子 钉完钉子之后呢,我怕把那狗刮着 里面拿锤子就把里面钉子给砸弯了 刚才我拿茧子又搅了一条下来 给他塞到这个狗窝里面 再来看看这狗窝这一圈 包在行吧 一点风都不带透的了 现在呢,再开始处理这个狗窝了 这个狗窝吧,为他订个门帘子就行 他底下吧,都是泡沫 这个泡沫呢,是我原来的床垫子 里面还有干草 这个狗窝里暖和,给他外面给他订个门就行了 大家看看啊,这个窝已经盖好了,订好了 上面这个雪吧就我没动,为啥没动啊 这个雪吧它老厚了 它铺到上面吧,把所有的缝隙全盖住了 它包暖,所以说这个雪就不动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这个雪吧 就到蓝角五月份才能化呢 然后把这个毡子往上一铺 全部都封死了,都不用动 这个订好了 现在开始订这个 这个狗窝呢,刚才给里面又蓄了一下子 好,脚一块粘都放里面了 外面呢,全部给它包上了 现在开始处理这个狗窝 这个里面还得重新垫上,让它全掏出来了 这个狗窝已经全部处理好了 这个门开的一个,关的一个,它从这一拐它就进去了 好,全部都处理好了 三个狗窝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现在在上我妈家 把我妈家门口的小老虎它们那个狗窝再给它铺上 大家看看这小老虎它们几个的窝 这一个窝里面装了好几个狗 有几个狗呢,看看 全在这窝里装的,它暖和 好了,我又给上面整个塑料布拿出来压上的 所以说现在呢,外面呢,还得待 找好这个朋友买的站的啥的就扣在外面 好了,把那个也扣上 你爸呢? 我爸,我爸在家呢 几个点啊 几个狗啊 我这个狗窝给它定定 你 你溜了去啊 我整个毡子给它定上,要不太冷了 这两下零下四十多度 大家看看啊 这个毡子已经铺好了 里面铺了一层,外面有一层塑料布 然后又拿这个毡子给外面又做一个门帘子 这回就暖和了 上面我拿这个砖呢,全压上 这狗窝呀,已经全部都定完了啊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 太冷了 我现在开始干下一个活,进入暖和一会儿 开始又露肉了 这个露肉呢,是大西安岭的那露肉 这一袋是五斤 冻的杠杠的 打上铁了 这个冰袋呢,都是已经冻好的 完了,这个泡沫箱呢,这都是我定做回来的 正好这一个箱里面放五斤 正好,完了还能塞一个冰 看,这五斤露肉 上面塞一个冰进去了 我现在开始用露肉啊,把大家昨天晚上在我后台下单的露肉给包出来 我开始把昨天晚上,大家在我后台下单的野生木耳诱了 这个木耳呢,是存野生木耳 有很多朋友问我,说这木耳怎么吃呢 给它抓一把出来,完了用水泡泡 给它泡开了以后呢,你要是炒的吃,蒜的吃,直接下锅就行了 你要是想凉拌的话,必须得炒一下了哈 这里下呢,有好几个朋友,他泡的时间有点短 大家收到以后呢,泡的时间长点 泡的时间长点吧,它就非常的肉头 这个口感都老好了 有很多朋友问我,他说大海你家这个木耳一点碎都没有 因为这个木耳啊,都是我妈过完塞的给塞出来的 把好的整装呢,给大家全部都溜走了 然后把这个碎的呢,全部都塞出来 这就是碎的,看看到底有多碎哈 看,这全是碎的了 把那个大的肉头的给大家全溜走了 这个碎渣了啥的 到时候有朋友要啥的,就给朋友了 完了,或者就我家自己包包的包脚都不用剁了 完了,把好的也大家给游走 你看看,这是碎的 然后呢,这个这个是好的 你看,全过一遍塞了 就我妈一过去过一上午 所以说大家收到的货是一丁丁碎的都没有啊 呃,然后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野生木耳的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着链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 在店铺里找野生木耳 要是实在是再找不着呢 就上抖音里面搜索清旋大海 然后在小荒车里下单就行了 呃,每天都发货啊 我现在开始包货 这个蘑菇呢,是存野生蘑菇 东北小鸡炖蘑菇就用这种 大家看这蘑菇多好 一个是一个的 呃,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说大海这蘑菇怎么吃呢 就是把这蘑菇抓一把出来 然后放在水里泡一泡 完了把那个鸡放锅里一炒 然后加水 把蘑菇往里放 炖它半个小时四十分就可以了 这蘑菇都是今年的新蘑菇啊 老好的这蘑菇 看这蘑菇怎么样 这个蘑菇是我妈 我俩一起去收的 这个蘑菇呢 根呢 一点泥一点土都没有 在一个老头老太太家收的 他们把这个泥 根上那个泥土啥的 拿茧子 或者小棍全部给全部那个给刮掉了 看看 蘑菇呢我妈都已经装好了 这一袋十一斤 就是这个 呃,大家就是有想要这个蘑菇去呢 他也在土床里哦 他也在小黄车里 完了想要的上去下单就行了 过年了哈 正好买点木耳 买点蘑菇 嗯,还有花花菜 完了放在过年在晚上 那个年夜饭上添一盘 山珍海味挺好的 我现在上快递给大家发货 看见这车就放在墨林了吗 冻的全是那个霜啊 这烤到二十分钟嘛 那也烤下去 现在外面的温度呢是零下三十九度啊 老冷了今天 越到晚上有些时候越冷 嗯,我现在已经到快递了啊 给大家开始发货 晚上十二点嘛 更新物流 今天事儿比较多啊 注意茶熟啊 好,谢谢 谢谢 谢谢